在WTO的贸易规则的规范下 发现有戒壳虫 戒壳虫当然也可以要求台湾改进 那要不就是大陆多次要求台湾改进 台湾都不理会 大陆当然可以采取断燃的措施 要不就是因为目前的两岸的氛围很糟 所以大陆发现有戒壳虫 他当然也可以按照WTO的框架的要求 那么采取断燃的措施 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 蔡英文当局他们的紧张惶恐不安 原因很简单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些农产品的外销 尤其是菠萝97%在中国大陆 还有呢 释迦莲葡萄又等92%到98% 所以他本身如果卖不进去中国大陆 那您想想看他一定是内销 当这一些品质好的产品 内销到台湾的市场的时候 他一定会产生排挤的一个效益 也就是说 功过于求的星期下 他的价格一定会下跌 而后端的这一些水果一定会被逐出市场 甚至没有人买华人问津 所以他是全面性的农业 全面性的水果的一个影响 而不只是单独的这个影响 更何况大家会想 那未来呢 未来如果是三西产品的 的零料件呢 未来是通讯影音的这些零料件呢 那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凸显了 蔡英文满嘴的谎言 也就是说 我们的南下 南向新南向政策 其实是全部是失败 而且什么都没做 这样的情形下 台湾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 事实上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而不是按照蔡英文嘴巴所讲的 是已经越来越低了 这个一件事情 就直接把他的谎言 就全部错破了 感谢观看